你好 我是庄开文 欢迎加入中国近视新冠肺炎 疫情特别报道 虽然整个疫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不过基于经济跟民生的压力呢 大陆方面在防控疫情的同时 也力促企业跟工厂要复工 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在开工之后的群聚跟交叉感染呢 这也使得整个大陆的防疫阵线全面进入第二阶段 一言再言终于开工了 这也等同大陆的防疫阵线全面进入第二阶段 他们已经在春节初级已经提早返回 那么也达到这个防疫的规定要求14天之后呢 我们同意他们来我们公司来开工来上班 就怕开工后群聚合交叉感染 戴口罩是基本配备 厂区内固定时间消毒 就连到员工餐厅吃饭 人跟人之间也像隔着楚河汉界 网友戏称这食堂根本像课堂 乍看还以为他们在其中考 重量级台商年后陆续开工 昆山人保集团就要求员工一天内要量六次体温 餐厅内彼此隔离减少交谈 更规定一旦有人感染 整条生产线就得暂停 试硕电子同样着重在工厂内部与宿舍消毒 最特别的是员工每天由专车接送 减少与外界接触 降低感染风险 每个人都要去追踪 然后关于个人的这个防护用品 口罩以及这个消毒的这些酒精 我们都提供 让我们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健健康坑来到专门上班 防疫复工两手都要抓 这正是目前大陆疫情防控最新也最大的挑战 我们针对每个员工建立一人一表的这个健康答案 十四个钟每天都更新 这是位在福建的三宝集团 除了开工后的隔离跟健检 公司更干脆在距离工厂十多公里处 租用了一个能容纳200多人的封闭式宿舍 集团的日常生活也开始透用属地属人管理 实时掌控员工的动向和健康资讯 我们是要求员工严格遵循两点一线的这种作息 从公司到家里或者到宿舍 拒绝去其他地方 拒绝走亲房友 从源头来管控 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但鉴于经济和民生压力 中国大陆在防控疫情的同时 也力促企业开工恢复生产 国际信用品等公司惠誉认为 如果疫情持续超过三个月 对大陆和全球经济的冲击 将远比2003年的SARS更严重 17年前中国大陆的GDP总量 人民币是三兆七千四百亿 经非洗笔 2019年大陆的GDP 已经飙升近百兆人民币 在对比当年 大陆在全球的GDP占比成长了近四倍 因此与2003年SARS袭击大陆时相比 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就拿大陆餐饮龙头百胜中国来说 旗下拥有肯德基毕胜克小肥扬等品牌经营权 截至2019年底 在大陆有9200家餐厅 如今有三分之一暂停营业 就算有开业的门市 营业额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下滑了四到五成 再看大陆火锅巨头海底捞 停业20天 估计营收损失超过台币216亿 终于在近日部分门市恢复营业 但只提供外卖服务 餐点送到客户家就放楼下 避免面对面接触 而且每送完一张订单 从外送向安全帽到电动机车 都要用酒精消毒 更不用说外送员 戴口罩手套护目镜 加上量体温 在各地封城或封闭式管理下 就更凸显外送或快递小哥的重要性 过去送个饭是救急 现在简直是救命 过去他们是服务人员 现在却被视作是雪中送炭的亲人 之前是以快餐的形式比较多 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都选择新零售的订单 包括蔬菜这些自己购买回去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做饭 现在的话基本上每个订单 都是在100块以上 订单金额比较大的 可能会达到600甚至700以上 实体超市的生鲜产品 现在可是抢手货 每天凌晨零点 卖场的线下配送额就被秒杀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凌晨4点钟的订单 每一代都是每一个消费者的 销售最火爆的就是旗下的这些超市类 这些生鲜的采购 送到家的这个业务 增长了将近7倍 这家卖场的物流人员虽然复工率已达九成 但仍然满足不了源源不绝的采购需求 尤其外卖和快递行业 从业员在年前返家 人手短缺 已经陷入一片招工慌 年后返回工作岗位 又要先隔离14天的防控政策 让缺工慌更紧张 我们将20多个品牌 将近300多家企业基本能够运作起来 到第7天的时候能够实现产能40%左右 到第14天也就是2月下旬的时候 才能能恢复到70% 人力已经很匮乏 还要挪出部分员工 执行疫情防控任务 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的 对倒战的这些包裹 进行一个喷洒式的消毒 从下单到最终的签收 这些包裹都会至少经过 两次这样的消毒的处理 不能出门的日子 再加上班变成一种新的模式 远端办公 网上开会 手机安排作业 这一切会不会改变 疫情结束后的个人和社会呢 旅游业几乎停摆 很多的小商户都早早的关了门 全面复苏到以往 起码得一年左右的时间 开工挑战防疫阵线 不开工却要喝西北风 在疫情跟经济的两难下 每走一步都是冒险抉择 TVBS新闻最后报道